大家好,我是奇異果伴的吕逸臻 我今天要讲的歌是 小火车坐到了 咔咔 咔啦咔啦 叮咚 有一个小火车 他开心的走在铁轨上 他是一片很开心的小火车 他的车厢里抓满 小男孩和小女孩喜欢的东西 玩具的车厢有两个 玩具有长脖子的长颈鹿 还有滑稽鼻子的小丑 还有小小的大大的 中中的像宝宝 还有 不止这样 还有其他的东西呢 吃的喝的都有 有小孩子们最爱的棒棒糖友 当早餐可以喝的牛奶 还有晚餐后 晚餐后 午餐后会吃的 有餐 就在等待机要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停了 有辆大火车快过来的时候 小丑挥动的旗子说 大火车头大火车头快过来 我们这里要紧急 然后大火车头说 怎么了 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 上边那边的小火车 那小火车里面装满的东西 就不能送出去给小男孩和小女孩了 然后 那个大火车头说 我才不要的 他就开走了 又来了一列 大火车头 他比刚刚的还要更大了 小丑在他靠近的时候说 大火车头大火车头快过来 我们这里有紧急 那个大火车头又过来 然后 他说 我是印包子印给大人的 如果你要找我帮忙 我才不要了 然后 他说真的吗 那你先试试看我说的 然后小丑说 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 那三边那边的小孩子 就没有东西玩也没有东西吃了 然后 他说 我才不要 他往上行火车库那边去 他就卡卡卡卡卡卡的开走了 上行火车库是 所有火车休息的地方 然后他很像扇子 所以变成扇形火车库 变成扇形火车库 然后 又来了一列火车头 他又老又生锈 他急忙的来这边 小丑又挥动了急子 急子挥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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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火车头就过来了 然后小丑说 你可以帮我们把火车拉到山的那一边吗 我们的火车 坏掉了 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 那三边那边的小火车 头后面的人 就没办法得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他说我实在太老了 我没办法再帮你了 然后他走了就一边说 我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然后又来了一列蓝色的小火车 他说 朋友们怎么了 然后 就他快到的时候 小丑又会到了旗子 他说 小火车头啊小火车头 我知道你很小 但是可以帮我们吗 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 那三边那边的小火车头 后面的人 那就没有东西失业 没有东西玩了 然后 小火车头说好 但是我还没有爬过山 我也没有拉过火车 我只有在吊车上 吊这小小的东西呢 然后他觉得 他自己可以就 在心里说 我想我可以 我想我可以 他就把小火车挂在自己的身上 他就把小火车挂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没帮忙了 我就没办法看到那么漂亮的城市了 谢谢大家的故事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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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